這是一個偶銷鋼的座椅吧 它在我的購物車裡面帶很久了 就是味道會有些難 我看到這種問題才能吸到去 我都非常想買 好 大家好 今天是有一些比較好玩的道具 跟其他的生活用品 我們來開始吧 第一件是這個 我看到這個尺寸跟比例 我就大概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了 這是一個偶銷鋼的座椅吧 為什麼要買這個 我本來是想買一個木頭的座椅吧 但是我的木頭的板類型的道具其實還挺多的 所以我想買一個不同材質的試一下 點到桌子上這樣子 把它當一個墊子 這樣子來用 可以攪截啊 妝腦啊 各種刮啊 磨啊 或者是把道具放到上面 讓我們做出來一些糊塗的一些磨擦的聲音 這上面有一層膜 我不知道拆下來的時候會不會比較有舒適感 可能我之後錄視頻的時候會試一下 這個是一個去膠質的黎露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用過去膠質的膏 就是一膜的上面會有一些類似撕皮的一些血血掉下來 我也不太確定那個是聲音的撕皮 還是它本身自己象徵的一些血血 反正我最近皮膚比較乾總是調皮 我就買了這個試一下 我不知道是自己不睡不得不夠 還是臉上的撕皮膠質比較多 我們試一下這個 這個是一個洗碟式的音 就是一個帶磁裏的音 我盯上這個東西挺久的嘛 一直沒有買來是因為我覺得它應該發不出什麼好聽的聲音 但是最近實在忍不住誘惑 它在我的購物車裡面待很久了 就我們來看一下 給了一罐洗碟式 是可以吸上去的 打開看一下 看到會不會被洗進來 好想不想它 然後來救出很快試試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感覺 非常 會被洗著走 但是心裡沒有我想想的帶 這個的確也沒有什麼聲音 所以我想想後面的視頻 我要怎麼樣去用它 這個應該是一個花瓣脫吧 這個應該是一個花瓣脫吧 這個是我想嘗試的一個協妝膏 其實我以前在用的是一個滿便一個花瓣子的一個協妝膏 最近又想復工的時候 突然發現它下架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產品是不是沒有的 所以我去找了另外一個 有人說比較好用的一個協妝膏 這是一個協妝膏的一個機器 要幹手工的 因為我最近在準備做一期關於冰箱的系列的一個視頻 所以買了很多冰箱館的一些道具 在我的第一個開箱的視頻 我已經開始準備那個道具了 但是我現在最近在開始錄製 所以我後續又補了一些 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一些道具 所以這個做包冰的 我也是直接找到了一個手通的 可能也就是小幾十塊錢吧 以後有可能就用完一次 然後就不用了 這是什麼來著 它應該是一個擀面杖吧 我看到這種上面有一些紋理 才是可以洗到去 我都非常想擺 因為我覺得它的聲音都很好聽 好像那次可以滾的呀 一些工具或是刷的類型的 其實使用率都還挺高的 所以我都非常願意買一種類型的道具 我想它後面可以滾太空上或者是滾一些相片 這個是一些前面的往我比較鬆的應用面材 如果是把它放在3D2上面用的話 它聲音會比較浮天 毛毛的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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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的感覺 這後面會使用一下 就是我們上面有一些紋理的一個點子 就不大概看得到很大一個 這個聲音也是蠻好聽的 就是味道會有一些呢 有一種很濃的香蕉香蕉香蕉的味道 可能在用之前是要把它放到一個地方涼一涼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想分享的 其實我已經把它開箱了 我在收到它的時候已經不及待拿出來用了 這是一個變色的一個磚膏 它裡面其實是一個白色的一個磚膏吧 但是它塗到嘴上的時候 它會變成一個比較自然的一個顏色 就像我平常其實不是特別喜歡用光紅一類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顏色太重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的 我用起來還蠻好用的 現在可以塗一下給你們看一下 我塗上邊的磚膏吧 好 邊乾面 然後再等一下就會變色 慢慢地變色 是一個比較自然的顏色 稍微體量的純索 你把下面塗上來 讓你中底乾淨的氣色還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的 好的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觀看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時間 今天不要忘記幫忙 聊天啊 關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